修学到现在我们一直强调三轴线的重要性 实际上人最终的成就 虽然是物质的东西很重要 我们说物质粒子这个层面很重要 要在乎物 但是打开所有高量级的物质 比方说天地人三个层次的物质你要打开 它的钥匙在哪 就是那把key打开门的钥匙在哪里 所以你想要在乎物质得高量级的能量 但是你没有那把能量库的钥匙 你是打开的 所以说为什么在藏密中修炼 特别重视八识的教学 叫唯师宗 总是八识的这个教学 实际上真正的意识 我们的心根意 心根意是真正正法修炼所必须去抓那个东西 你们知道一生成就的禅宗 不理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 那禅宗的口号是什么 就是达摩西来无疑子 禅平心意下崩佛 所以整个一部西游记 它就是怎么调教心源一马 心源一马 心源一马你都调教好了 那么你就可以到灵山取得真经 如果是心源跟一马 都还没有调教 心源就是松框马 圆活变出来的 然后一马就是那个白龙马 它没有用牛 它用一个白龙马来代表 所以大家要重视全凭心意下崩佛 那怎么在心跟意上好好的下崩佛 所以我们这堂课是借助宋朝的两个大禅室 他们都各自画了一个石牛图 实际上石牛图你看懂了 真正的 去应用上面的里面的方法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快速地达到明心 见性的就是 那之前我也讲了 明心见性是修炼的 最基本的一个要素 如果是你一致一来 在明心见性上不能都打到妖图的话 你实际上都在盲修 盲修就是眼睛看清楚盲修 所以在盲修的过程中 你就容易瞎练 最近开始有一些人 把网络上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法师的 说不要练什么苏果体 不要练灵动 拿来又做一些说辞 攻击我们的教学 那这些人他大部分上就是属于什么 盲修下恋 虽然在这修学了一段时间 自己没有打到明心见性 只把经久的指观法 他居然去否定 那你说这个人是否真正地 进入了第九的真实中去修炼 那你不用第九的真实修炼 那么你就是什么 你就根本就没有在一真中做一点东西 你完全还在用自己的大脑左思什么 右想前思后想 你完全在一个阴的第七意识中 第七意识中有阳根有阴 这样的一个阴 这样的一个在体 你完全堕落在一个阴 连心都没有开始启用 因为在我们的意识体中 八十才会心 所谓的心意下功夫 但心有三心 三心是什么 三心就是一个真心 无染的 金刚不动心 不湿不灭 不够不尽的 从来没有毁坏的那个心 那个叫真心 真心无染 真心不够 真心不动 就是你的那个童子 那么除此之外 在心的这个层次叫阴阳心 阴阳心 所以有阴心有阳心 我们叫阴我心 阳我心 因为这个时候在八十中 你的声称世世所染的善 积累成一个阳我的心 你所有的 你所有的累事累积的 恶积累成一个阴我心 所以你这个心 才做了主 然后使你生死轮回 八十中的这个心 做了主才有生死轮回 那有了生死轮回 你是一个人 那么说一说 你才会使用什么 大脑 大脑是心之腹 心之脏在心脏